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性 母女两人一直相依为命 所以到现在为止 毛小彤对母亲的感情最为深厚 然而 据知情人爆料着 其实早在毛小彤还未满月的时候 毛小彤的父亲李超就已经婚内出轨了 而且那时候毛小彤母亲还怀着孕在外卖汤圆 因为母亲劳累使得毛小彤早产 可以说在毛小彤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 李超从未经过做父亲的责任 然而在节目中李超口口声声说 自己在毛小彤上大学期间照顾他 为他花了多少钱 为他的工作可以后奔波 苦心树立好父亲人设 据知情人爆料着 直到毛小彤上大学为止 他都不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毛小彤的父亲却以合作的名义 去学校找到找毛小彤 骗他与自己合照 并以这张照片宣称自己照顾过女儿 不曾想亲生父亲为了钱 竟能将女儿如此利用 你们怎么看 ZN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